大家好 我是川杰走向 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这一期呢 给大家分享一家 名气非常大的肠粉店 被食神蔡兰先生 誉为肠粉界的态度 而且他们家除了肠粉之外 粥的出品也是非常的出名 他们家的肠粉和粥 获得了广东烹饪协会的金奖 而且在大众点评广州频道 肠粉的排名是第一的 蔡兰先生推荐他们家 B点的就是王牌肠粉和粤万亭仔粥 价格中等吧 丽莹肠粉是半开式的厨房 你能看到他们怎么熬粥 怎么做拉肠 粥的粥底的话是一直都在熬制的 粥的火候石出 米已经熬得很烂了 现点现做只要加入食材到粥里面 然后不停搅拌待食物熟了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而肠粉的话是采用西瓜的传统做法 用布蒸出来的布拉肠 皮又薄又嫩 大家坚持这个传统手艺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把米浆均匀的淋到布上面 然后再在上面撒上各种食材 盖上蒸如的锅盖 让蒸汽快速的把肠粉蒸熟 我这一次点的是他们家的惠灵顿芝士牛肉肠粉 比较特别的是有芝士和黑松露 肠粉在蒸汽高温的作用下 很快就能蒸熟 这种做法既保留了食材的新鲜度 做出来的肠粉又滑又嫩又薄 口感非常好的 布拉肠拉出来了之后用铲刀把它们刮下来 然后再在上面撒上食材 它现在加的是黑松露 这种味道还是比较创新的 如果你不是很能接受黑松露的味道 可以让它少放一点 把食材添加进去之后再用铲刀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呢就可以上碟出餐了 他们家是有支柱调料台的 有咸酸萝卜粒可以免费食用 他们家的盐气是比较旺的 现在都下午3点了还那么多人 我点的这一份是惠灵顿芝士牛肉拉肠 肠粉的皮很薄 晶莹剔透的 又滑又嫩 里面包裹着满满的食材 把肠粉的皮戳破 瞬间你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 里面有黑松露 芝士 牛肉 酒黄 牛肉闻起来很香 切得又薄又大块 口感非常的滑嫩 给的芝士也蛮多的 闻起来特别的香 有浓浓的芝士味道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他们家的芝士也是可以拉丝的 虽然给了很多芝士但是吃起来并不会很腻 而黑松露闻起来真的特别的香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味道的 感觉这种搭配吃法就很壮心 然后这一碗呢 是他们家的咸骨肉丸粥 挺大一碗的 而且给的肉丸和咸骨也都蛮多的 分量十足 粥的口感特别的棉花 味道清甜 再搭配咸骨 两者完美搭配啊 这个粥口感很顺滑 特别好喝 店内的装饰呢 是一种复古的西关风格 彩色的满洲窗 手绘的精致壁画 宽敞明亮 这家店的传统手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名符其实的老字号 石神蔡兰先生赞誉他们家 是广式肠粉的泰斗 也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常推荐他们的粥和肠粉 OK 这一期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饼 记得关注